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拥有第一张应受性的国际瑜伽证书 以至到有自己的学校团队和作为东亚区的考核员 现在的梦想除了是巩固我们本地的瑜伽事业之外 其实在我们中国大陆还有很大的市场可以开发 去令到更多我们的同胞去领略到联习瑜伽的乐趣 实现梦想我相信不止城市人都有不少的阻力 包括家庭的阻力 经济上的阻力 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时间上的阻力 我们的起步可以说是早亦可以说是迟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之中 其实对比一些欧美国家 我们已经算是年轻的一辈了 但是对比欧美的发展 其实亚洲的发展都是落后了一点点 作为教练员和培训员 我们的知识应该是不断增长和累积 而和他们就比较齐居地一起去成熟 一生人之中 我希望大家总有超过一个以上的梦 每一个梦 即使它未必能够实践 有些人会享受实践的过程 但有些人在追梦的过程之中 又会发觉原来他心目中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值得他追的梦 无论你追几多个梦都好 成不成功都好 其实在追梦的过程之中 可能你会领略到一些人生的价值 成功失败只不过是 可能人被给你下的判断 但是最后我发觉 人一生之中人类关系才是最重要 你有你的伙伴 有你的良朋友知己 这些才是你一生的收获 所以当你进行一连串你的梦想的时候 在实践的过程之中 信念又重要 朋友友情的建立和这些支持 才是我们一生背我们成长的一些良私益友 我是Louis 沈永贝 我是中国澳门瑜伽体育总会的理事长 还有东亚区的考核员 以及培训员 以及澳门区的瑜伽总教练